剛剛有點會 所以說 遲到了一下 那我們今天要教這個文字處理簡介 這個是一個 這一堂課跟下一堂課是一個 系列 就是我希望教大家 如何處理文字 為什麼要處理文字 因為你 之後 要做網站 你可能有可能想要別的網站的內容 真是很重要 你可能會 你一定會希望 把別的網站比較重要資訊把它放到自己的網站上 這樣子的話你要知道網頁 你看到的網站本質上它的背後是一堆文字 所以你要學會處理文字 你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邊先教一些比較簡單的基本操作 注意一下 在R裡面處理字串要非常小心 這些類別的 誤轉換跟混用 比如說像factor 它本質上 你看到的是文字 那實際上是1234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你最好 要做文字處理前 都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子的話比較不會造成困擾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哪些函數 這邊函數非常的多 這邊函數非常的多 所以你的重點不是要記住說 做什麼事情要用什麼函數 而是要記得有哪些功能 那你要需要這個函數再回來查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 或者說 你記不起來有哪些功能沒關係 那你就 現在 等一下就想說我要怎麼處理這個文字 然後我就回來 找說這邊有哪些功能可以提供給我靈感 第一個功能叫字串黏合 這邊有一個A 一個B 然後這是 黏合間隔 大家可以看這樣就會黏成AB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兩個字是不是就可以黏在一起 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 我再倒點C 我再倒點C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黏起來了 好然後這裡 SEP這裡如果給他一個123 我們再按下RUN 看到了A123 B123 所以 這個函數的 基本 構造你們應該了解了吧 對不對 好接下來 還有一個 如果你今天 你這樣是不是要寫三個 是不是很麻煩 如果今天是一個物件 你已經有一個物件了就是A跟B A跟B你想要把它黏起來 你就沒有辦法用這個函數嘛對不對 因為這個函數你要把A寫在這裡 B寫在這裡 C寫在這裡對不對 它用豆點分割 不可以是同一個物件 所以如果是同一個物件的話 你需要 下另外的指令 就不是SEP啦 變成這個 COLAPSE 好這樣子你一樣可以黏起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接著 字串分割 字串分割需要用到 這個StringSprite 這個 String的那個 前面寫 那個前面縮寫 好A點B 然後我要Sprite我要點 然後Fix等於True 代表我就是要用點來做分割 我們來看分割出來的結果 分割出來的結果 你看到這個符號 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list 這是一個list喔 這個list裡面的第一個原件是 A B 是不是被我分開了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索引去找到 我想要的東西了 我這樣出來是不是B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喔 就是 你做完分割之後你就可以用索引去把它 抓出來 接下來下一個是部分吻合 覺得說 我現在想要看看 這個X現在是AB跟AA 我想要看哪一個字串裡面有出現B 這是什麼就是找關鍵字嘛 那他可以告訴我A是True B是False 這樣可以吧 接下來 這個如果我找A勒 A兩個都有出現嘛 所以兩個都有這樣可以接受 好可以齁 繼續 來回傳出現位置 有時候你知道那邊有東西還 沒有辦法 就是還 沒有辦法 就是 應用 你可能還想知道是在哪裡啊 好覺得他說在這裡 A 我們用這個函數來看喔 他告訴我什麼A出現在第一個跟第三個字元 第一跟第三個字元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呢 出現在第三第四個字元 好這樣可以吧 這樣了解這個函數的用法 那你現在知道 這個函數的用法 你現在我們到底教了什麼 黏合 黏合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教了這個 看有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也了解到位置 了解到位置以後下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紫字串 就是 你需要把這一串 這一串字把它割開 你如果不割開的話你知道它在哪裡有用嗎對不對 你就是要把那個給取代掉嘛對不對 對不對 把那個在那個地方的前後左右把它取代掉 所以你可以用紫字串 紫字串是 substring NDNC1234第1個字元到第4個字元 這樣可以割出NDNC 如果1到3 割出來就是NDM 這樣可以吧 紫字串可以了解喔 來 字元取代 如果只是要簡單的取代功能其實不用搞那麼麻煩 你沒有必要說 先把紫字串割出來 先把1到2割出來然後3跟4 取代成別的然後第5個再割過來然後再把它全部 那個 paste在一起 其實可以直接用 gsub gsub可以直接把a取代成c 好看到了嗎 a直接被取代成c了 如果你只是要取代可以用 gsub來做 但是如果你是要做進一步的處理 你可以用subst 把這個字把它割出來 那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好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接著 計算 字串長度 計算字串長度很重要喔 因為 你在做紫字串的時候如果你是想要割最後幾個字 你是不是要知道它的 那個 字串長度 所以字串長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你們有沒有發現其實 基本上這些功能都環環相扣 好最後 最後一個最不重要的大小寫轉換 to lower跟to upper 直接把所有字變小寫 所有字變大寫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 這八個函數啊 這個記不起還沒有關係 這個 你只要知道說 等一下你在解題目的時候 你往前找 這樣等我往前找看看 前面的什麼功能可以帶給我 解這個題目的幫助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比較 這個我們來看一個 如果你在寫資訊系統的話 很常見的事情 覺得說你希望 假設你寫了一個 網頁然後人家輸入他的email email是不是就是用小老鼠 然後後面是那個 後面是那個mail的名字嘛對不對 然後前面就是你的account嘛對不對 假設我現在想要把account把它抓出來 我想要把account抓出來的話 我是不是就是要 先對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執行這件事情 剛剛前面的那些 前面那所有的功能 我們要怎麼去做呢 我們第一個 想到的 有好幾種做法可以做 第一個是先問小老鼠出現在哪裡 就是舉例來說前面這個 這個 gr1g 這個expr 這是不是 問他小老鼠在哪裡 他就會告訴我一個位置 然後我就可以用那個位置 然後把前面的字切出來對不對 這是一種想法 另外一種想法就是 那我直接用自傳分割啊 我用小老鼠割嘛對不對 割出來的第一個 那一定就是嘛 所以自傳分割一定是比較簡單的啦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割完之後 割完之後割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欸這個物件裡面的 這個list裡面 第一項植物件裡面的第一個 第二項植物件裡面的第一個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A一個植物件的第一個 然後我就把它變成account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我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account給抓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容易吧對不對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勒 用gr1g gr1xpr 找出 小老鼠出現的位置 我們現在來找一下小老鼠出現的位置在哪裡 小老鼠出現的位置在 8跟12 好一樣你要怎麼抓出這個8的數字 他是個list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的list裡面的第一個子物件裡面的第一個元素 這樣可以吧 好來看到了嗎 第一個元素但是那是第8個物件是指小鼠出現在第8個 我要-1那才是我前個字元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你這樣看懂了吧 從第一個字 substrain 第一個字切到剛剛小鼠出現位置的前一個位置 然後把emails把它割出來 這樣一樣可以割出accoun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其實 前面的那些基本字串處理員的這個語法 他其實可以拿來做非常多事情喔 他其實可以任意組合出你想要組合的東西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這個 來做一個有挑戰性的任務 這任務蠻挑戰性的喔 也許 我們需要反反覆覆來蠻多次的 你要做什麼呢 請你先在這裡下載檔案 好這裡你可以下載一些檔案嘛對不對 好這個這個這個字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半結構的文字 海盜 案件摘要 好這個 2013年9月3日 時間 經緯度 越南 案情災藥 案情災藥 這個 這種紀錄方式喔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很常見 就是 這個 人自以為自己很有格式 對吧 自己很有格式沒有錯 可是他其實不好處理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有興趣的是 我想要 北緯 我想要 八個海盜事件的 北緯的這個 緯度跟金度的坐標 我想要把八個都取出來 是不是不好取 現在你是不是只會用key的 你應該盜幕全維持你可能只會用key的對不對 你就踢 這個10.13 107.02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我告訴你喔 其實不是10.13喔 這個13分 他的分母是60喔 不是100 所以他不是10.13 是10加上60分之13 好 這個都是 這個都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 我如果要自己key的話就麻煩嘛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做什麼事情呢 你必須 把這段文字讀進來以後 我們來看看讀進來之後會長什麼樣子喔 你先下載然後讀進來 來 好你讀進來之後 你看這個DAT 他是不是就是 每一段所有的文字 然後我們關心的是這個 北緯幾度 東京幾度 這個可以吧 有時候是東 有時候是西 有時候是北 有時候是南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希望啊 你可以把 這樣的一個東西 轉成金緯度的數值格式 所以你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你現在需要知道哪個地方有金緯度對不對 你可能要用到哪一個函數 找位子的函數 找哪一個 Tru跟Force那個函數嘛對不對 找出 哪一句話是金緯度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你要找 可能你要把 北緯跟 緯度跟金度用 頓號把它割開 你要先割開嘛 然後確定他是北還南 他是東還西 因為東金是正號 西金是負號 北緯是正號 南緯是負號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接著 你要把這個數字把它抓出來 數字抓出來之後 as numeric 然後把它 合起來 這個過程喔 請你盡量把它拆細 然後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這個 我就不給大家看答案了 我希望給大家可以做 然後我會關注你們的進度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件事好了 我們剛剛把它拆成三件事嘛 先把金緯度那一行找出來 那你要找到第幾行 第39行 第30行等等嘛對不對 然後我發現大家 其實非常困難 就是你現在要找出有金緯度的 那一個 你已經知道做這件事了喔 那你要怎麼做 你一定是往前面去看 這邊 一定不是字串聯合嗎 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邊的每一個函數 我這裡是不是都有把 語法跟結果把它寫出來 對吧 所以你馬上 你應該 就可以很仔細的找 你會找到 一部分吻合這個功能 是我要的 為什麼 他會回傳有True跟False 有出現跟沒出現 那 True跟False可以拿來當索引 所以你看喔 我只要 我剛剛看到有人有做出這件事啦 就是有人有 有人有用到這個函數 但是出現一堆True跟False他不會用 那 你現在知道True跟False可以當索引 你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子 你把它索引起來 這樣是不是我就已經出現這個樣子了 好 第一步做完了 下面兩步給你們好不好 來繼續 好 剛剛這個東西割出來以後啊 就是 我叫他DATA DATA1好了 好這個東西弄出來以後 下一步啊 這個 每個人有不同的解法 我這邊提一個最簡便的解法 就是 最好的方法應該是 直接GSUB把 晶緯度給取代成空置源 這是最快的方法 這是最快的方法 這樣我直接可以把晶緯度消掉 那你先不用什麼冒號把它割出來 這個都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方法不分好快啦 你只要做出來就好 就是 而且我覺得那個整個練習過程也是蠻重要的 好那你會產生一個DATA2嘛對吧 好你就產生一個DATA2 那再下一步勒 你需要用盾號把它割開對不對 那你就產生DATA3 等於 STR 好 然後這個你要用盾號嘛對不對 盾號 你用複製的會比較好喔 因為很多人打不出全型符號啊 然後FIX 好你DATA3 這個東西你會產生很多個 7個紙物件對吧 你會產生7個紙物件 注意這樣就可以囉 你說你現在不用List去存它 你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你一定是用List去存它的 因為它是 大物件裡面有小物件嘛 每一個物件裡面都有兩個 所以你一定是用List去存它 所以你用DATA3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繼續處理了 好下一步的問題是 如果我現在要抓住一個 我一定是打I等1 然後一個一個處理嘛對不對 I等1的時候 DATA3的 第1個物件的第1個 這是不是就是北尾 北尾南尾 然後這個物件就是 東京西京嘛 好你現在要做什麼事勒 首先 第1個 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先I等1的時候分析就好了 你先 你可以先把 你先開一個 金度等於IP0 這個 N Lens DATA3 就你總要開這個 空物件來儲存嘛對不對 金度 緯度 好然後 你需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換 把它 首先你要先確定是 北尾還南尾 北跟南你可以用什麼函數來確定 有沒有出現北 有沒有出現南 這是不是 剛剛那個GREPL好像可以用 對吧 有沒有出現北有沒有出現南 有出現南的話就要加負號了 出現北就是不用加負號對吧 第二個 你需要把 一度跟幾分把它拆開 你是不是進一步你可以用 度 這個字去把它割開 把度這個字割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割開以後 度前面的 北尾或南尾把它取代掉 他是不是就剩一了 一你是不是就可以 as numeric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用度把後面的切開以後 9.18分 你是不是再把分取代掉以後 這個9.18你又可以用 as numeric 然後你就可以 把這兩個數字把它 1 第一個數字加上 第二個數字除以60 然後就可以把它填進 緯度裡面 精度以此類推 好不見得要全部做完了 我們花一些時間 你就看能夠做多少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這個東西已經割出來了 下一步我們就是要知道他是南緯還北緯 對不對 好我 來跟大家講一下 尾度我先教大家做尾度 if 這個 gr gr pl 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去了解他是南 if 難 難 出現在 這一串裡面 這是不是就false 那false 我們可以 這個東西 if 這個東西的話 那他的sine 就等於-1 else sine 等於1 這樣等一下 我現在有了這一行以後 這個sine等一下我是不是就可以去乘他了 我直接用這個正1跟負1去乘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接下來下一步 下一步的關鍵是我要把 北緯跟南緯取代掉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sub sub 等於我們就sub 就是x好了x 就x 等於 這一串 gsub 北緯 然後把他取代掉 對不對 對不對 多了一個這個 好這x是不是北緯被取代掉了 可是有時候是南緯嘛 所以我 北緯取代完之後我也要取代南緯 然後我就這個x繼續往下 x繼續往下 再取代一次 好他這邊不見了 好接著來下一步 我可以先把分把它取代掉 因為分也是 分也不重要嘛 分也是 分也是這個 最後一個字它不重要嘛 反正我們就先把不重要字取代掉 都取代完了之後下一步我是不是 xlist 等於 好我想要用 我想要度 把它割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割完以後我是不是出現了1跟 9.19 好我們 先把它 把他的list把它取消掉 這樣子我們的xlist 剩下兩個元素就1跟9.18 那我要怎麼做 這裡面的第一個元素加上這裡面的第二個元素 它是不是都要as numeric as numeric 好你看這樣子 它就變1囉 它是不是變第二個對吧 他們 然後我除以60 把它加在一起 等於 就是x xnum好了 xnum 這是不是就是我的維度了 這個維度在乘以我的這個sign 這樣是不是我就把我的維度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 先不管精度我們先把回圈包起來 4 I 1到多少 data3 好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我覺得 呃我們 我們再給大家一些時間 至少把維度的做出來好不好 精度做不出來就算了 因為 精度就花時間 過程完全一樣 好 好 各位同學這裡是答案啦 那這個答案基本上整理得很好 那 你可以再仔細想想 我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想主要關鍵在於 各個物件屬性 的就是 轉換 主要說 STR 那個StreamSprite這個函數 他需要 割出來的東西是一個 list 那我要怎麼把list 取消掉變回文字 那你可能就需要有一些 就是處理 那有一些input跟output都是 這個文字那你就不用處理 然後最後把所有該取代掉都取代掉 我們最後就可以得到乾淨的數字 然後可以asimetric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裡是一個 完整的 比較 整理的比較乾淨的一個 就是語法 那大家就參考就好了 重點是每個過程 你直接貼是不可能有任何進步的 一定是 你一定是把這個就是 就是所有的過程都很了解 我們到底做什麼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 好 我們今天要教的 今天就只有兩個小節啊 你看大家看今天其實 課程只有12頁 所以今天課程其實很 就是 難度很高但是東西很多 內容不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部分 我要教大家正則表達式 你剛剛在前面處理的時候 你會不會發現一個很討論的地方 南尾跟北尾我要分開取代 不就是X尾嗎 對不對 對吧 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取代掉的是 X尾這樣子 這個X就是任意字 對不對 如果當然南跟北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我希望取代成X尾 對不對 那有時候可能會更複雜一點啊 搞不好有時候是那個 尾字前面 現在固定是一個字元 就只有南尾跟北尾 那有時候我想要把尾這個字前面 不管他有幾個字 我都取代掉 就像ABC 跟ABBC 這個只要C前面的我都要取代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 學習一個東西叫正則表達式 正則表達式的意思是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 就想要把 某一種滿足某一種規律的東西 把它抓出來 舉例來說 這個 我們先看這一串的效果啦 好 這個的意思是說 不要0到9 來我跟大家講件事喔 中括號的意思是 在裡面寫條件 只要你 現在看到中括號就是代表 中括號裡面寫條件 那這個符號代表是不要 不要0到9 如果這裡寫的是 把不要去掉 那就是 0到9全部都取代成空字元 這樣就會留下 ABC D 驚嘆號 ABC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中括號的意思代表的是 這個不要什麼東西喔 好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就要學習正則表達式了 就是 我們要有系統學習 怎麼樣 去把 這個 不屬於 這個就是 某些pattern的 這個文字把它取掉 好 一樣 分成 小括號 中括號 跟大括號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分成小括號中括號跟大括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中括號我們已經學到了喔 中括號就在描述 滿足某一個pattern 那這個pattern可以是 加上這個符號 不要什麼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括號的用法有哪些啦 大A或小A 你裡面寫下來的 就是 就可以 不要1到9 1到9 A到Z 大A到大Z 小A到小Z 大A到大Z 大W到大Z 小W到大Z 小W到大Z 不行了 因為大Z在前面 小W在後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 中括號的用法 你可以參考 主要 關鍵你需要學習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不要什麼 這是不要什麼的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嗎 剩下的 就是 反正文字是有一個順序的 數字在前英文在後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或者是你不想要的 你想要留下來留下北跟南你就 北 中括號 北南嘛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是南跟北都被涵蓋在這個條件裡面 那緯度 這樣子 第一個字我要北或南 然後下面是尾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這是中括號的用法 接著我們要交大括號 大括號是說 如果今天 我這已經確定就是這邊就是ABC 其中某一個對不對 那出現幾次呢 出現 兩次以上 三次以內 兩次以上三次以內你看喔ABC ABCD 但是這個連續出現了四次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效果會變什麼喔 你看 D是不是他就不能用了 因為他最多只能出現三次 他不能出現四次 那如果是四次以上 四次以下 這樣第一個就不會被取代掉因為他沒有 沒有 沒有四個嘛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大括號描述的是什麼 這大括號描述的是前面這個 字元的條件 出現幾次以上幾次以下 如果不寫 代表到無限大 如果這邊不寫就代表到無限大 這邊不寫就代表零次也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邊不寫就代表零次也可以 好 所以這邊就是一次以上 然後不限最大次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零 以上不限 最多無限多次 一以上無限多次 零到一之間 好如果你要打這一大串 你覺得嫌麻煩的話你可以用米字號 或者你可以用加字號或是用問號 什麼意思勒 假如說我這邊直接用 米字號的話 代表的是 零到無限大次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樣一樣 可以用 他全部都取代掉了 如果說 我用問號就是最多零次到一次 那他就只會 他還是會被取代掉 因為每一個單獨的他都是 滿足一次一次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 這個 等於 這個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所以 你現在 中括號跟大括號我都介紹完了喔 中括號跟大括號我是不是都介紹完了 知道要怎麼用了吧 中括號是代表 滿足某一個 字 這個字元 要滿足某些patterns 這樣懂我意思嗎 大括號是 前面那個字元要出現幾次 出現次數的限制 最後我們再來教小括號 小括號代表的是 這個你現在沒有辦法用中括號描述 因為中括號只能描述一個字元 你如果要描述多個字元的組合 我覺得來說 Medicine 跟Medical 這邊是Al跟Ine 出現Ine 或者Al 小括號需要用這個符號 小括號就是或 或這個符號 小括號裡面的或這個符號 要把它 滿足出來 所以小括號 小括號你也知道在做什麼了吧 對不對 就是多個字元的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接著 除了 小括號除了做這件事以外 你還可以說 字尾限定 字首限定 然後跟任意字元 來看著喔 我們來看一下 How are you 請你出現you 最後出現you的 如果中間 Hi you jack 這樣你打上這個符號就代表這個you必須出現在字尾 如果這樣子的話 you三個都有出現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只有字尾的那個you 我才要 接下來 H自首 這邊 我假設這裡也出現一個H好了 但是如果你 你直接打H 問有沒有出現H的話 他每個都有出現 他 問有沒有出現H 這裡 等下我要重新 問有沒有出現H 他每個都有出現 可是如果你告訴他 自首 自首的H 他就只會出現前兩個 這個符號 出現在中括號的外面 是自首的意思 出現在中括號裡面 是不要什麼的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嗎 接著 如果 你想要任意字元 H 然後接著 出現A 不管他經過幾個字 任意字元出現零次到無限次 這樣你就可以把他抓出來 這兩個也有 H到A 對不對 這裡也有 所以說 你現在知道正則表達式是在做什麼 你需要知道中括號小括號大括號分別在做什麼 然後 中括號可以給條件 大括號可以給次數 小括號可以把 這個多個字元的組合 很多容易把他列出來 好那我們來如果你想要有效率的找出經緯度的位置 你可以把北跟南合在一起 北位幾度 0到9 一次以上 0到 就是 一次以上加是一次以上 加是一次以上這樣可以吧 然後度 然後0到9加 然後點 所以 如果你需要點的時候 點不是任意字元嗎對不對 你想要真的要點的話 那個符號的話你就需要這一個 雙斜線雙反斜線 告訴他 這是真的點 不是 任意字元 就是你使用正則表達式如果你想要中括號 那你也麻煩請你在前面加雙反斜線 告訴他這是真的要中括號而不是 條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然後 之後你就不一定要有分了嘛對不對 你不一定要有分 你不一定要小數點 然後分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把它割出來了 好 那 最後你可以割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做進一步的處理 然後這裡我就不帶大家run啦 這裡很複雜 你只要知道說 這個正則表達式 非常好用 這樣就可以 好我要給大家練習題在這裡 這個 簡單的去測試你到底對正則表達式熟不熟悉 你如果不用正則表達式這個超難做的 但是用正則表達式這個很快 請你 這次 你比如說你在寫網頁的時候你可能會希望輸入密碼 這個 你在那個開很多 新帳號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 網站都會給你做密碼檢核 你的密碼規則是這樣子 密碼長度 至少需要8碼以上 並且密碼必須要大寫小寫數字 缺少任何一下就是有問題 你必須做這樣的一個檢測 密碼長度這個很容易NCHAR就可以找到了 至少出現大寫至少出現小寫至少出現數字這個就稍微難一點 這個你需要檢查 接下來你需要檢查另外一個更進階的問題 同時包含兩個大寫兩個小寫兩個數字的密碼在哪裡 答案是在這些地方 請你用正則表達式把這個條件把它抓出來 這是第一階段的問題 這是第二階段的問題 第一階段的問題先做出來好嗎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時間還給你 好這一題這個 這一題他 基本上這個 你應該會用到函數就只有 GREPL 對不對 好我們要找 大寫 大寫是什麼 大寫A到Z 對不對 大寫有沒有出現在 這個X裡面 那我這樣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堆True跟False 這樣懂我意思吧 接著 小寫 小A到小Z 漂亮 是不是難度又高了一點 來再來 數字呢 0到9 那N的 NCHAR 大於等於8 這就是我要的了 我現在把這些 用X索引把它抓出來 這些就是滿足我的條件的 全部滿足我的條件的 有大寫有小寫有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第二題 稍微難一點 第二題你最直覺的想法 應該這麼做 兩次以上嘛對不對 最直覺的想法是不是這樣做 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 好因為啊 你這樣寫並不是代表可以出現兩次 是代表要連續兩個大寫 這樣寫的代表是連續兩個大寫 那我怎麼樣讓他 出現兩次大寫 我們應該這樣寫 出現一個空字元 任意字元 不限次數 再一個大寫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任意字元 不限次數 再一個小寫 任意字元 不限次數 再一個數字 這樣既可以包含連續出現的時候 也可以包含不連續出現的時候 這才是我最後的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是不是有兩個數字 有 兩個大寫 有 兩個小寫 對不對 然後八碼以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個可能對你來講 還有點抽象有點難 不過我跟大家講沒有關係 大家就練習一下 今天我們教的是基本功 今天的課其實我個人覺得應該 你們應該會覺得蠻無聊的 因為都在做一些你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的事 我們先來看下一節課 那我們這節課學的比較有動力 現在節課 我們就要教網頁爬蟲 就是實際上我們要 從網頁裡面幹data 我們來看一下 這節課大家可以看一下 來 找出一個城市找出最近的真男文 這在幹嘛呢 我來告訴你們好了 就是 就是女生上網找男朋友 女生上網找男朋友很多人 很多人 這個 這個 這個男生 第一時間都要趕快去回信 不然 如果第一時間沒有的話 那女生就會被 很多信件給淹沒 所以 怎麼樣 怎麼樣這個 怎麼樣找出這個 就是 怎麼樣網路上去把這個文章把它抓下來 這個就很重要 好不好 這樣才能寫個城市提醒我們 像有女生在上面爭男朋友 女生可能沒有什麼興趣 我再給大家一個更有趣的例子好了 主要說最近這個 最近這個 可能有什麼演唱會你想要去看啊 對不對 有人在線上賣票 那我馬上就要知道啊對不對 過兩分鐘別人就打電話了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所以這個開始會有趣很多啦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那謝謝